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随手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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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季姐 陈辉开完了 有什么重要内容需要传达吗 没什么大事 就是安排了一下大家的工作 魏姐让我们下午就去全民大制作 节目组报到 好 季姐 就在刚刚 节目组终于官宣了最后一位导师 你快猜是谁 你一定猜不到 我不猜 反正一会儿你忍不住了也会说 季姐你真无情 就不能满足一下我 装一下好奇吗 好了 我给你揭晓答案 是锦绣 锦绣啊 万中敲手一盘 消失了两年的引号 锦绣 淡定 节目组特意卖官子到最后 当然是要酝酿一个大新闻 看来 没有让大家失望 没有变 锦绣还是回来参加 真好 我刚刚看的时候 已经上热搜了 可是 她怎么会选择网宗 作为她回归的首秀呢 季姐 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我 我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季姐 干什么吞吞吐吐的 不像样子 那我问了 要是不方便回答的话 你可以不回答 我就是 纯粹好奇 嗯 我记得 季姐你和锦绣 一起参加过 偶像创造计划 你们 是不是 关系挺好的 你没有看过相关报道吗 我看过一点 不过 现在的媒体 十分 能信一分就不错了 我以前看了 也不敢当真往心里记啊 我和她 盐盐 怎么了 快过节了 你不回家吗 这不就是我家吗 我的意思是 娄娄秀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肉麻 是挺好的 我们走吧 好 林月 趁路上还有点时间 你再和优元说一下这个节目 好的 魏姐 季姐 全民大制作是一档选拔新人演员的网络综艺 参选的演员都是在娱乐圈没什么名气 缺少机会的新人 节目选用的是淘太制 通过导师和场外观众全名投票 最终选出得票最多的三男三女 担任三部大热IP剧的男女主演 这些 我上一时就知道了 节目录制主场地 在灵州国际影视中心 新户科技 租下了隔壁的博尔蒂斯酒店 改造成了选手和工作人员这三个月的宿舍 酒店顶层是总统套房 特供给导师和导演组高层住 嗯 季姐 魏姐 我们到了 好 欢迎啊 季老师 魏姐 谢谢周导 周导 好久不见 接下来节目组有什么安排 陈道已经在会议厅等两位了 小张 你带季老师的助理去安排一下房间 好的 季姐 我先过去了 嗯 因为房间有限 所以这次要委屈季姐和景老师同住一个总统套房了 委屈景老师了 那景老师已经到了吗 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景老师两个多小时前到了 他同意了 已经入住了 那就好 秦老师您好 我是季有颜季姐的助理 季姐知道您也参加后 一直表示很荣幸能有机会和您再次合作 这次托节目组的安排 季姐 接下来的 这 别着急 周达 周达 好像景老师和季老师的助理发生了点误会 现在被关在门外了 哦 哦 哦 知道了 周达说他上来沟通一下 嗯 怎么了 在门口看风景吗 季姐 没事 别慌 季姐 怎 怎么是你上来了 周达呢 周达去见梁老师和苏老师了 陈导和我经纪人在谈事情抽不开身 我就自高奋勇上来了 季姐 对不起啊 没什么大事 但是 景老师 可能就是和你们开个玩笑 或者睡迷糊了 还没反应过来呢 交给我吧 阿熊 我不怕你 因为过去 厌我 怨我 我只怕 你真的放下一切 跟我当最熟悉的陌生人 幸好 你要行动告诉我 你也不是很平静 阿熊 是我 季优言 季姐 好久不见 快请进吧 真是不好意思 季姐刚刚在倒时差补觉 突然被人吵醒 有点起床气 呃 怠慢了您助理 希望您别往心里去啊 哪里的话 萧萧 虽然很久没见 但也不必这么生疏吧 月月 你看我刚刚说什么 你们呀 真是扰人轻梦了 那 井老师还在休息吗 方便我们入住吗 呃 不方便的话 我 小小 是谁啊 啊 啊 萧萧姐 是季姐她们来了 我刚刚在餐厅给你准备茶点 你睡得迷迷糊糊 用了季姐她们的门 又把人家关在门外了 好久不见 阿秀 我们 终于再见面了 确实好久不见了 嗯 谢谢你了 小张 这儿没事了 您让赵的放心吧 好的 那我就先走了 灵月 先进去收拾一下吧 嗯 哦 那我带你去 季姐的房间 谢谢 不过来试试旧嘛 哦 好啊 喝点吗 萧萧刚刚给我准备的下午茶 阿秀 是锦绣 哦 算了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值得再续的 风尘仆仆又急着补教 所以还没来得及舒适 我先适赔了 她现在厌烦我这个扎钱类 也是正常的 嗯 季姐 你还是这么不爱吃巧克力啊 不苦的 琴姐特别喜欢这块蛋糕 阿秀 锦绣以前 不是喜欢抹肠胃的吗 你都说是以前了 琴姐这几年 没什么 我先去找琴姐了 嗯 是啊 都已经识过境迁了 我现在这样 一厢情愿 向重修就好 算不算是 无赖的纠缠不休呢 哦 好苦啊 好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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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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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礼前 锦绣在我身边哭了好久 啊 哭得我一个死人的心都疼了 难道 那只是梦吗 阿秀 啊 啊 啊 季姐 嗯 都收拾好了 差不多了 好 季姐 你眼睛怎么好像有点红啊 哦 哦 刚刚有根结膜掉进眼睛里了 我揉了几下 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 哦 季姐 这次要住的比较久 所以床上用品我都换上自己带的了 你要是累的话 可以放心的躺一会儿 辛苦你了 季姐 秦老师 以前和你 也是这样吗 怎么 突然这么问 我觉得姚助理说的话 有点假 秦老师第一次开门和第二次开门 穿的衣服都一样 除了鞋 其他都整整齐齐的 不像是刚从床上起来的样子 请修和姚霄一唱一和 看起来根本就是故意拿姿态欺压人 季姐 你和景老师的关系 是不是需要重新考量一下 月月 景老师 他和其他人不一样 如果 他对我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那一定都是因为我过去或者现在 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不希望因为我 给他带来任何不好的影响 秦姐你放心 我不会在外面乱说话的 我从来没有 我当然知道 我们月月是最守口如瓶了 所以我才什么话都放心和你说呀 而且 景老师只是面冷心热 你和他接触久了 我就知道了 你肯定都猜不到 刚刚景老师还准备了热奶茶和蛋糕给我 对不起了 月月 我吃毒食了 什么蛋糕 好吃吗 黑森林蛋糕 不是很好吃 景老师 不知道秦姐你的口味吗 对啊 连萧萧都记得的是 锦绣 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喂 嗯 好的 月月 我下去和魏姐她们继续谈事情 晚上和导演 投资人她们一起吃饭 你忙完了 可以好好吃个饭 出去逛一下 我这儿没什么事了 不用我去接你吗 不用 有魏姐在 你放心 景老师也在的 嗯 今晚要感谢陈总给几位老师准备的接风宴 大家都先把工作放一放 放轻松一点 今晚 你俩可得照顾好各位老师 老师们才能多教你们一点 我知道了 魏爷 保孙给你争取的机会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 我一定都和老师们先席 这一男一女 不是上年时这个节目 留到最后的六人之二吗 难怪他俩能顶着群潮 留到最后 诶 怎么不见景老师啊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现在晚高峰 堵车是常识 小秀 你是不是从高架桥那边走的 陈总料事如神 我们早点就出发了 没想到在那边被堵住了 怪我 想错路 让大家久等了 我们景节位不好 不方便喝酒 就让我带景姐自发一杯 给大家赔礼了 好 这小姑娘好爽 不过 大家说 一杯够不够啊 当然不够 怎么也得三杯吧 潘总 您这是欺负小姑娘呢 人还什么都没吃呢 脸香惜玉一点了 老潘 你想看小姑娘喝酒 我让小柳多敬你几杯好了 小柳 潘总 我陪你喝 好了 我们边说边吃 菜都说凉了 快试试 这家管子老板的手艺 他可不轻易下厨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地才请动呢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了 小秀 这次合作辛苦了 我敬你一杯 那我就以茶代酒吧 希望陈总不要怪罪 哪能啊 陈老师 我也敬你一杯 陈总客气了 我帮你喝吧 你也喝点茶 没事 我不要紧 哎呀来来来 大家一起举杯啊 预祝我们的节目成功 干杯 干杯 还是锦绣够优秀 有底气 不忍受这些酒局 锦绣 你也出来喘口气吗 常听说季老师长袖善舞 千杯不醉 今天一看 还真是敏不虚传啊 阿修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太多了 在来 我以为你们 还真是不虚传 是 这样就在你 那么多虚传 就留在你 Zither Harp 茫茫的人海草草又庸俗 晴朗的角落温柔又安静 脱离过路依然月色 月色细细冰冰 如我弄掉了暗里 倒不开的时候 多不值得重逢 所有过去随风散去 带不走的你留不下的你 是我弄掉了的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云云的雨声平凡又喧闹 寂静的等待沉默又孤寂 窗外燃去楼空的雨 窗外燃去楼空的雨 大雨倾斜弄多 是我弄掉了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逃不开的时候 躲不开的时候 躲不开的重逢 所有过去 难再继续 带不开的重逢 带不走的你 留不下的你 是我弄掉了的你 带不走的你 留不下的你 是我弄掉了的你 带不走的你 留不下的你 带不走的你 带不走的你